禮物魚子好吃 一口接著一口 台南小吃讓人食指大動 勉強台南市長參選人 黃偉哲推廣台南小吃 特別為台南美食州站台 看中的就是美食帶來的觀光商機 拼觀光又是無煙沖工業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部分 不管是現任現在的中央政府 或台南市政府 或將來如果有機會 這個不管是誰當選台南市長 都會把拼觀光列為首要的項目 到台南你要常騙那是美食 不一定要吃那個大一套 就是常美台南美食 就貼近台南人的生活 不受到陸客減少的影響 台南春節遊客連兩年成長 今年突破686萬人次 除了大戰歸光財 台南接下來的選戰出現變化 除了黃偉哲外 無黨籍林一峰 陳子敬也宣布參選 至於國民黨派出人馬是誰 到現在還沒定案 但本土色彩濃厚的前台聯立委 成大教授徐忠信 如今跳出確定參選 以徐老師來講 他的學經理都很優秀 跟我們的出生的背景 又是同屬綠營 所以坦白講 他跟我們的充電度是蠻高的 因此我覺得其實對於 徐教授的參選 我們是包著高度戒慎恐懼 但是有一個 就是我們一定要堅持一個原則 就是不互相攻擊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黃偉哲坦言不希望高雄台南 初選殺到劍骨的情況再度發生 用君子之爭打贏這場選戰 除了拼政見之外 重要的就是拼是否能夠拉抬地方明星 換宣 蘇宏杰 陳舒曼綜合報導 關宣我